姑娘进宫参加选秀 不料等她打开衣柜却发现 自己的衣服和首饰都被剪得稀巴烂 眼看就要到了面见太子的时间 姑娘只能破罐子破摔 只见她一身寻常素衣清水出芙蓉 缓不来到大殿上 如此的与众不同 直接让太子看待了 一双眼睛像是沾到了姑娘的身上 可这却遭到了一旁贵妃的嫌弃 讽刺蓝星身为大家闺秀 竟不知道在重要的场合如何装扮自己 太子文言下意识就要替蓝星说话 谁知对方丝毫不慌 称在做贵人的身份都无比尊贵 是任何华丽的装扮都不能掩盖的 蓝星怕亵渎了太子殿下和两位娘娘 才斗胆不做任何装扮 蓝星的一番巧妙说辞 瞬间引得了太子的好感 选秀也得以继续进行 随后秀女们开始大展才华 有用双手同时写字的 还有装扮成寒香跳舞的 看得在场众人眼花缭乱 而秀女们也很有自信 都认为太子妃之未非自己莫属 谁知蓝星一上场 其他人瞬间成了陪衬 只见她一边舞一边画 不到片刻就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 这让太子惊喜万分 像是捡到了什么西式珍宝一样 眼中的喜爱更是隐藏不住 随后立刻吩咐一旁的太监 去将自己最爱的玉鼻桶赏赐给蓝星 可服兮获之所服 这让在场的秀女纷纷嫉妒起来 蓝星也瞬间成了所有秀女公认的敌人 深夜贵妃找到自己的外甥女姚千千 提醒让她不可再轻敌 要想完成大业 就一定要当上太子妃 姚千千文言点头答应下来 谁知贵妃前脚刚走 她的儿子三皇子就从假山后走了出来 眼神中满满的深情 原来姚千千是为了让心上人三皇子上位 这才参加选秀 从而嫁进太子府去当内衣 两个友情人抱在一起诉说着思念 不料这番场景 都被秀女梅儿看在眼中 她立刻找到好姐妹蓝星 将自己看到的全都说了出来 如今蓝星最强劲的对手就是姚千千 梅儿便建议一同去揭发她 如果我们把她除去 太子妃之位就非你莫属了 可蓝星却不这么想 姚千千摆明了是贵妃的人 是无法轻易撼动的 不经劝慰梅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梅儿却不甘心 在次日一早约了一众秀女 将自己昨夜看到的场景都说了出来 准备去当场抓住姚千千的把柄 深夜几个秀女藏匿在假山后面 等看到一男一女抱在一起时 他们便大张旗鼓地围了上去 不料发现对方竟是蓝星 动静之大瞬间惊动了公妃 当场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蓝星这才有机会解释 称是姚千千约自己来的后花园 不料刚到那里 就被一个陌生男子抱住 姚千千文言立刻否认 并且还倒打一耙 表示是蓝星诬陷自己 如今众位秀女都亲眼见证 蓝星与外男抱在一起 公妃只能按照公规处置 下令将蓝星送到宗人府 这让姚千千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事后梅儿懊悔地找到蓝星 都怪她的沉不住气 才会让姚千千的奸计得逞 害得蓝星在宗人府受罪 事到如今 梅儿便让蓝星好好想想 从背后抱住她的男人有何特征 可当天夜里太黑 蓝星也只闻到了奇特的香味 梅儿闻言若有所思 发誓一定会证明蓝星的清白 随后梅儿再次来到花园查探 却意外看到了地上的荷包 等她看清图案顿时大吃一惊 当即判断出 此物乃是贵妃身边的贵公公所有 与此同时 蓝星已经被确定了罪名 一杯加了料的酒也端了上来 这让太子于心不忍 眼看蓝星就要喝下 梅儿及时出声阻止 称自己可以证明蓝星的清白 太子正苦于如何保住蓝星 见有人能作证 当即让梅儿说出实情 听到太子发了话 梅儿便不再惧怕当场指认了贵公 这让众人大吃一惊 我们都知道你和蓝星情同姐妹 可你也不能为了救她 污蔑本宫的人呢 梅儿闻言立刻拿出了荷包 称这是在现场找到的 可仅凭一个荷包并不足以说明什么 紧接着梅儿再次表示 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 只要去查找脚印 就能一一排查 如今贵公公成了最有嫌疑的人 太子当即下令 将人抓起来逼问出实情 谁知这却让做贼心虚的贵公公慌了 三步并做两步 一口喝下了酒杯中的酒 随即倒在了地上 贵公公的不打自招 成功洗清了蓝星的清白 等她回到秀女房 刚好和姚千千碰了个正着 而蓝星也决定不再退让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蓝星当即警告姚千千 不要再兴风作浪 你听着 有我在 你不可能当上太子妃 看着姚千千难看的脸色 蓝星霸气地与她擦肩而过 而两人之间的斗争 也才刚刚开始 几日后 太子当众公布太子妃的人选 看着面前秀丽的蓝星 太子心中一阵悸动 随后迫不及待在册子上 写上了蓝星的名字 正要当场公布 谁知贵妃却出声阻止 称太子妃关乎皇室脸面 不能仅凭太子的喜好 太子文言立刻压下怒火反驳 他认为蓝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娘娘 你不要忘了 这是在给我选妃 贵妃文言不屑的一笑 他受皇上的旨意来帮太子掌眼 就该有发言权 听出了贵妃话中的威胁 公妃也觉得 如今不是跟贵妃闹掰的时候 为了让敌人变成自己人 公妃当众宣布太子妃的人选 正是姚千千 而太子也看出了母妃的良苦用心 无奈答应下来 随后不情愿地将太子妃的凤印送上 可她的目光还是忍不住 看向一旁的蓝星 身为皇室子弟的无奈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婚当日 蓝星身为侧妃 只能站出来道一声恭喜 太子看她大度的模样 心中不禁有了一丝欣慰 随后释然地将酒饮下 不料一旁的姚千千 却故意将酒水洒出 妹妹的嘴太甜 激动得我 连酒杯都拿不稳 姚千千说完便以此 让蓝星亲自道酒 蓝星闻言也不恼闹 不在意地道了一杯 谁知姚千千却抓着不放 让蓝星看开点得好 曾经注定的太子妃人选一了主 心里有些不平衡也是正常 一旁的公妃看不惯而喜的恃宠而骄 立刻出声阻止 一句家和万事心 成功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大婚之夜 太子脸上不见丝毫欣喜 简单地走了一个仪式后 就独自躺下昏睡不止 留下姚千千呆坐在桌前一夜 次日一早 三皇子得知心上人受了委屈后 偷偷潜入太子府来安慰她 称自己不应该为了一个太子之位 就听了母妃的话 导致不能和心上人在一起 而姚千千自知两人再无可能 便出言驱赶三皇子 殊不知这恰好激起了三皇子的战友欲 当即为姚千千补了一个洞房花主 这边太子每天都相伴在蓝星的身边 两人也恩爱有家 像是最平常的小夫妻一般 这时太监突然来报 称化房突然着了火 这让太子大吃一惊 急忙跟随太监前去查看 殊不知这场大火是化石张远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要带着青梅竹马的蓝星 离开这个全谋争斗的地方 虽然两人曾经有一段快乐的时光 可如今蓝星已经成为侧妃 是绝不可能跟着她离开的 奈何张远已经被极度蒙蔽了眼睛 称若是蓝星不跟自己走 那她就会继续大闹太子府 蓝星不敢想象若是张远纵火被人发现 会承受多大的罪责 好言相劝让她不要再固执 可张远并不打算放弃 派丫鬟将蓝星之走后 便独自进入书房面见了太子 称自己有钥匙商议 建屋中只有太子一个人 张远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愤恨 势必要杀死抢夺自己爱人的仇人 谁知刚掏出匕首 蓝星就冲出来挡在了太子的面前 刀刃直接命中复复 这让太子顿时慌了 见自己亲手伤害了最爱的人 张远不由的心痛难当 为了不牵扯到蓝星 张远留下一封书信 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经过这次的刺杀 太子也搞清楚了两人的过往 心中不由的酸意满满 当蓝星得知张远离世后 整日变得郁郁寡欢 这让太子误以为 蓝星的心中只有青梅竹马 为了刺激她 太子开始故意亲近其他的妃子 甚至对于蓝星的主动拜访也狠心拒绝 这让蓝星无比失落 其实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太子 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表明心理 最终只能暗自伤神 可蓝星却忘了抢导众人推 姚千千意外知道了蓝星和张远的关系 便将此事告知给了公妃 而她最看重的就是妃子的情侣 当即气势汹汹地来到蓝星的住所 我真是太小瞧你了 嫁入太子府 你竟敢还和别的男人苟且思痛 蓝星闻言立刻跪地 她绝没有做出背叛太子的事情 可公妃却不相信 青梅竹马的两人会没有一丝感情 身为太子的妃子竟然爱慕别的男人 公妃无法忍受 当场下令将蓝星送去寒露院 这让梅儿慌了神 立马将此事告诉给了太子 谁知她还在计较蓝星爱慕他人的事 准备袖手旁观 梅儿见状气不打一处来 如今数九寒天 寒露院更是滴水成冰 若是连太子都不管 那蓝星必死无疑 随后梅儿直接带着太子来到蓝星的寝宫 让她亲眼看看蓝星的心意 见话中蓝星对自己告白的自己 太子惊讶地坐在椅子上 与此同时 蓝星正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 吃着下人送来的冷菜冷饭 一双玉手也冻得跟红萝卜一般 梅儿担忧蓝星就想给她送些棉衣 可门口的太监却拦着不让她进来 让她进去 上官蓝星吃不饱穿不暖如何回国 见太子都发了话 太监也只能放心 得知这些棉被是太子帮忙送进来的 蓝星的内心滑过暖流 一转头就看到太子正站在门口 两人远远相望 情义都在不言中 等过了几日 太子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思念 趁着深夜来到寒露院 看着蓝星通红的双手 太子心疼地为她涂上了药膏 得知蓝星要抄写佛经 太子便以身带牢 让蓝星在一旁磨磨 虽然寒风凛冽 可蓝星却觉得无比温暖 两人也注定要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很快太子留宿寒露院的事情 就传到了公妃的耳中 见儿子如此迷恋蓝星 公妃顿时恨铁不成钢 让儿子好好整理行装 赶紧同皇上去微服私访才是紧要 他会给蓝星应有的待遇 有了母妃的承诺 太子这才放心地离开 可公妃却没有真的饶恕蓝星 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勾引太子的女人 我真是小瞧你了 身在寒露院 也不忘记勾引太子 公妃说完便罚蓝星抄写佛经五百遍 还下令将所有的院门封锁 一转眼半个月过去 这天梅儿偷偷前来看望蓝星 谁知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 蓝星就突然觉得腹痛难忍 可守卫太监已奉了公妃的命令 不允许有人探望 梅儿无奈只能来到寝宫 跪求公妃能够派人救治蓝星 但这一跪就是两个时辰 才成功让公妃软了心 而经过太医的把脉 蓝星竟有了身孕 奈何当初的刀伤未遇 又久居寒冷的寒露院 如今体恤势必要好好调养才行 如此一来 公妃也只能将蓝星重新接回太子府 并好好照料着 很快微服私访的太子得到消息 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府中 看着自己日思夜想的人 太子立刻上前将蓝星抱进怀中 他最爱的人有了自己的孩子 心里的激动不言于表 太子当场承诺蓝星 自己会给他太子妃应有的待遇 蓝星也终于苦尽甘来 注定要成为太子府最受宠的女人